26岁的现役IBF,超中量级世界权王凯莱布普兰特克勒伦,在全台上还未尝败继,但在现实中,却几度沧桑。 一年多以前,其19个月大的女儿,因病突然去世。 不久前,其51岁的母亲,又不知何故在面对警察的时候,情绪失控并挥舞尖刀。 最终惨遭当场击毙。 据外媒报道,当时凯莱布的母亲贝斯普兰特,正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途中。 不知何故,其突然情绪失控,并从背包中拿出一把尖刀。 救护车司机停车并报警,警察赶到后,要求其放下尖刀,但贝斯并没有照做反而向警员们逼近。 警方发言人表示,多次警告后,贝斯仍继续持刀逼近。 因此,警察才向贝斯开枪,并导致其身亡。 今年1月,刚刚从丧女悲痛中恢复过来的凯莱布,独鸟大圣波利维亚拳王乔西乌兹卡赫基,成为了新任IBS超中量级世界拳王和当地民众的英雄。 为此,当地政府和市民还举行了盛大集会欢迎冠军返乡。 谁料刚刚走上人生巅峰的他,很快就又迎来了这样一个噩耗。 此后,凯莱布在社交媒体上连续释出了多篇推文。 你悼念母亲,永远爱你。 妈妈,你总是说,要努力。 我做到了,你是第一个在见到爱丽亚采莱布王女的人。 替我吻她,告诉她爸爸爱她,想念她。 两年内连续丧女,丧母,看来对这位拳王殷汉的打击也不小。 尽管,有网友表达了对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的愤慨。 并有一名同样有亲人遭警方枪击致死的网友,希望和拳王一起向警方讨回公道。 但凯莱布似乎对其母亲的死亡并不惊讶。 你有你的恶魔。 但你也会把你最后一美元送给比你更需要的人。 我知道,这最终你是你的恶魔导致的,这个恶魔是什么? 目前不得而知。 而当地调查局高阶警探也表示,警察的操作并无不妥。 当你在黑暗中,面对尖叫和利润,你的时间就会被压缩,会下意识地做出决定。 没有警员和侦探,愿意冒生命危险。 这是史上最糟糕的事情。 众所周知,美国的法律赋予的警察权力很大。 只要感觉生命受到了威胁,就可以动用致命武力。 因此,一旦遇到危险,美国警察往往都会果断开枪。 尽管,警方在事后知道了贝斯是现任世界权王的母亲,也表达了遗憾。 但事实已不能挽回。 在法律和枪支面前,可谓人人平等。 还是切莫以身试法,以身犯显得好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栋梁 杰鸟 alguien没有用致敏。